民眾黨他昨天那個花瓶會講話 我跟你講柯文哲說他是花瓶 不是我 你要告柯文哲 那個叫黃靖穎的 他是誰 他是議員 剛剛想 突然就想 學姐嘛 學姐 他說什麼 他說 今日柯文哲 明日任何人 他當著所有小草面前喊這一句 他喊這一句的地點 居然就是可以遙望一點惡意豪宅 然後可以看到4300萬商辦 我跟你講 我也想要成為柯文哲好不好 莫名其妙 我太太 我太太有很多錢可以拿去ATM存 我的同學會莫名其妙匯給我450 然後我那個4300萬的商辦怎麼買 我不知道 我可能還要問一下鍾小平 然後我沒事還可以去看1.2億豪宅 所以當你黃靖穎 你打著這個口號講 今日柯文哲 明日任何人 我說你要不要臉 我跟你講我說真的 柯文哲今天被關進去 所以我才不想成為柯文哲 但是他被關進去之前 有誰不想要成為一個 每天可以去看豪宅 然後把小草當提款機的人 我講難聽一點 接著現在整個網軍都在打什麼 打綠色恐怖 何須抗告 如果你沒有犯錯 你應該要抗告吧 你應該要訴諸所謂你要用理來論罰嘛 你為什麼要放棄抗告 然後你必須要用所有的網軍 還有非常多新的粉專跟槌的帳號 去跟大家講什麼 去告訴所有小草跟所有 所謂柯文哲支持者說 阿伯 感人啊 你知道嗎 他是什麼 他是被關得住的肉身 可是他的魂你關不住 所以他現在是吃得快的肉菩薩 但是他只是拉得比較慢 因為講到那個1500究竟是什麼 那當然民眾黨有一個 他們自己的這個說詞 我覺得這個說詞還真的不巧 有一些草就吸收了 就變成他們的養分 我們來看有一個這個網友 這個網友說什麼 他拿我們三立iNews的 我們的鏡面是這樣 1630 1700是高玉玲 2200 2300是陳斐娟 1800 1900是張家軒 他說好 如果這個省慶金的是1500萬的話 哇 三立主播的薪水真的很高啊 他怎麼連的 他因為1630啊 所以他們的薪水是1630萬啊 這種人 你沒辦法跟他逻辑啊 你該怎麼跟他對話 但我最驚訝的 我最驚訝的是 他們真的有吸收變成養分吐出來 然後呢 你也真的不能說他們人少 Grace從1400一直跑到 1800那全部咬起來 哇 卡提諾商學院嘛 然後你看 如果我們我們在這邊講的 其實都是很多實質的問題 包括這個司法的內容等等 但是他們沒有 他們訴諸的都是一些情感面的 是菩薩面的 是亞蘇明的 是烈士面的 你怎麼看 I wanna say 現在都要講一點英文 A little English I wanna say 其實我覺得是這樣 柯文哲選任這個辯護人的聯合聲明 其實大家看到很簡單 他早就把所有的腳本跟想法 早就已經鋪成好了 那最重要是什麼 他寫說這個不願 不願讓法院有所為難 這句很感人耶 不願讓法院有所為難 你知道小草真的都覺得說 對 沒錯 阿伯就不想要為難法院 他只想要採取叫做 行政不公的對決 所以把矛頭指向剪掉單位 所以這樣子的論述 其實現在已經散播非常多 那另外呢 我是覺得有一件事情 沒有安排好 劇本 你看昨天這麼多人 這麼多人 我覺得這個劇本沒有安排好的原因 我認為就是破口在吳春城的身上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劇本很有趣 他讓柯文哲在這邊有這種VR的體驗 來體驗一下一日Peggy 什麼叫一日Peggy 如果大家有看到這個地點 非常的特別 這個地點 大家有看到他們集合的地點 可以看到所謂4300萬的商辦 又可以看到1.2億的豪宅 讓小草在那邊有實境體驗的感覺 為什麼Peggy在這邊微風涼涼走著走著 也沒錯啊 對 大家聚在那邊都不感覺有任何的錯 我覺得這個很奇怪 但是我是真心真心 要提醒一下吳春城 依照吳靜宜被開除黨籍的規範 春城哥你很危險 吳靜宜是誰 本人我 為什麼 他說阿伯關多久都沒關係 他做鬼也會把他拉下來拜託 可是可以撐到明年的中元節 這個有多恐怖你知道嗎 阿伯說先不要 阿伯在聯合的聲明跟你寫得很清楚 我寫的是兩個月之內好不好 兩個月之內 誰跟你講說關多久沒有關係 對不對 我現在是禁告民眾黨 應該要趕快把吳春城抓到中平會 因為我覺得他講這個太過分 另外我覺得有一件事情一定要講 特別來賓 我對於這些特別來賓特別有感 當初二零一是誰 就柯文哲為什麼要出來選 因為柯文哲要出來選的是 他的邏輯是說 因為馬英九的黨國體制下 他被迫在政治上遭受迫害 他二零一是被 他是被馬英九的黨國體制 遭受迫害 所以他要出來選台北市市長 結果今天的 昨天的特別來賓 居然是馬英九辦公室的代表 的執行長 對 另外我覺得我更難以接受的是誰 我跟你講我2014一直在跟一個人對戰 我說真的 就是他 我跟你講 柯文哲支持者 請看清楚 這個男人很狠的 他2014的時候幫連勝文選舉 他2014是幫連勝文總操盤的 戰國策老闆 2018是幫丁手中總操盤的老闆 今天站在台上幫你柯文哲喊冤 叫他去死去活的 怎麼都是柯文哲當初被受壓迫的人 我就是一個問號 難道你們小草或是柯文哲支持者 你們聽得下去嗎 我覺得這難以想像就是說 今天真正支持柯文哲 一路選到現在的那些人 早就消失了 我來看黃珊珊 她是什麼時候才出現的 你看她在台上站到的那些人 都是什麼時候才出來支持柯文哲的 我舉例來講 當初吳春晨寫了一首歌 你問他 很屌嘛 Rap 叫什麼你知道嗎 台北的未來在你手中 台北的未來在你手中 台北的未來在第一手中 那我告訴你柯文哲支持者 我寫什麼 我寫的是台灣的未來柯文哲好不好 那我弄的嘛 所以你們把吳春晨當成好夥伴 那你的舞步 你至少手還可以這樣弄一下 你動哪裡 不好意思 我們那時候是找誰 我們那時候找謝和璇 謝和璇 所以我必須要講 就是說 今天你看到支持柯文哲的人 真的是支持他的人 還是有好處才靠過來的人 那我真的覺得太過諷刺了啦 居然就是可以遙望1.2億豪宅 然後可以看到4300萬商辦 我跟你講 我也想要成為柯文哲好不好 莫名其妙 我太太 我太太有很多錢可以拿去ATM存 我的同學會莫名其妙 匯給我450 然後我那個4300萬的商辦怎麼買 我不知道 我可能還要問一下鍾小平 然後我沒事還可以去看1.2億豪宅 所以當你黃靜穎 你打著這個口號講 今日柯文哲 明日任何人 我說你要不要臉 我跟你講我說真的啦 柯文哲今天被關進去 所以我才不想成為柯文哲 但是他被關進去之前 有誰不想要成為一個 每天可以去看豪宅 然後把小草當提款機的人 我講難聽一點 接著現在整個網軍都在打什麼 打綠色恐怖 何須抗告 如果你沒有犯錯 你應該要抗告吧 你應該要訴諸 所謂你要用理來論罰 你為什麼要放棄抗告 然後你必須要用所有的網軍 還有非常多新的粉專跟槌的帳號 去跟大家講什麼 去告訴所有小草跟所有 所謂柯文哲支持者說 阿伯 感人啊 你知道嗎 他是什麼 他是被關得住的肉身 可是他的魂你關不住 所以他現在是吃得快的肉菩薩 但是他只是拉得比較慢 因為他是慢慢的拉 慢慢的拉 你剛才那一趴 可以寫成Rap 你知道嗎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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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我們